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9年的 25岁 那也就是说22岁当着妈妈 对吗 刚才我说了两句话让你难过了 孩子 你现在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吗 你想念他吗 你今天来这里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 我不想跟他过了 因为他也聊天 我也聊天嘛 网上聊天 他就是跟那些女的也有暧昧的话题 我也有嘛 然后他就老怀疑我会对不起他 就我们一直吵 然后吵了有大半年了 到现在我们那个现在分居了 我就现在特别厌恶他 就不能看见他那种感觉 所以你想离婚 你也聊天 他也聊天 那我突然觉着你们的生活很不健康啊 反正我跟他沟通挺少的 你为什么彻底不想跟他过了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话题可说的了 就从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们俩那时候还有话题说 然后结婚时间越长也没有话题说 可是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结婚太早了 没有 就是因为叛逆嘛 那段时间让父母挺操心的 我妈说反正自己也想 有一个家可能有一个孩子就成熟点了 所以我真的觉着 对于今天的90后 或者说对于今天的这些年轻人来说 太早结婚未必是好事 你根本就不成熟 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对吗 嗯 好 请坐 嗯 你原来想到了吗 你可能会一到场上就会落泪 没有 你认为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关于离婚的事 嗯 你的丈夫怀疑你对不对 对 他怀疑我背叛他 你确实背叛他了吗 没有 现在现实了 不是怀疑的事 可能我们得探讨一个话题啊 什么叫背叛 比如说我 我在网上跟施刚老师聊天 聊得很亲密 你认为我背叛了我的家庭了吗 没有 我亲爱的宝贝 你干嘛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不算背叛吗 不算背叛 我说我好爱你 这算吧 但是看你想法了 如果你 因为现在朋友嘛 我们可能8090的 可能这种我爱你啊 或者亲爱的啊 经常挂在嘴边的嘛 我觉得 跟谁都可以我爱你啊 但不是 就是玩得挺好的朋友 未必说我爱你 就是亲爱的 有可能经常挂在嘴边 亲爱的我们也会说 但是我爱你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除了父母对孩子说 可能就是爱人之间说了 你的丈夫怀疑你出轨 对吗 嗯 他有确凑的证据吗 不知道 人家叫他老婆 他叫人老公 就这样 那你确实在网上 跟别人聊天了 对 这男孩是北京人吗 不是 哪里人 能不说吗 可以不说 因为你不说 你丈夫也会说 那让他说吧 你也就是说 你们聊了很久了 嗯 你觉得你会 离婚之后嫁给他吗 不会 为什么 就聊天啊 没想到以后的事 你见过他吗 见过 是在北京吗 是 他来找你吗 就是我们遇上过 就是我们聊天嘛 他说你在哪呢 我说我在这周围呢 他也在这周围呢 然后就看过一面 见一面干嘛去了 就聊天啥 还没干 吃饭了吗 没有 喝水了吗 嗯 但这个你丈夫就认为 你背叛他了 嗯 不可能见一面 现在 你现在住在哪里 住在我母亲那 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 你两个多月 一直没有见过孩子吗 见过 也就见过一次 不是 就经常见 但是一提起孩子 就特别想当 一个三岁的女孩 为什么你不把他带在身边啊 他奶奶 他们也舍不得他 就是 这孩子现在的生活情况 就是大概这边住一道 这边住一个兄弟 那边住一个兄弟吧 所以你对这段婚姻 唯一的纠结就是 你觉得孩子可能会 挺可怜的 一提刚刚三岁的女儿 小孙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在他看来 这段婚姻是非常失败而痛苦的 唯一的不舍 就是自己的女孩 但他又无法向亲人 和朋友诉说 只能在网上 与陌生人聊天 寻找一次安慰 你跟这个男孩 聊天多久了 在网上 18个月了 你不觉得 这样是对于婚姻 不太好的一件事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挺正常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们确实有年龄差距啊 就你的 你的世界观 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你说你老公也 网络聊天过 什么时候 就一直都有 因为我们家有家电脑嘛 他的密码就在那上 偶尔你会看一眼的时候 他那个就有 他认识 他认识 他结婚的时候 我兄弟 他说反正你都认识 也没什么 他跟别人聊天 也会说宝贝亲爱的 我爱你吗 有 就是先开始 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叫人宝贝 叫亲爱的 我都不介意 但是他 就是别人问他 你结婚了吗 他说没有 你有孩子吗 没有 他说我都没结婚 我哪来的孩子呀 到最后就被他枕的 上网都不敢上了 他在网络上 这么跟人说 对 所以你们俩真是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现在网上聊天 还是你现在网上聊天的 他 那你现在在网络上 跟别的男人聊天 是因为想报复他吗 不是 我就是说想把心里话说说 反正你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对面那个人 你就把心里话跟他说说 你们俩 你会跟他说什么 心里难受啊 说乱七八糟 那问题是说完以后 万一日久生情了 怎么办 没觉得 你跟你现在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是网络上认识的 所以你不觉得网络挺不靠谱的吗 那见过一个你就不想见了 见一个这样的 你还见他干嘛呀 哪样的 我老公这样的 从认识到结婚认识呢 我们俩接触了四年多将近五年 从就今年变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啊 我们这些六零七零后 PK八零九零后 我们可能要先要聊 理解他们啊 石刚老师 非常理解 但同时又有不解 看是矛盾 其实一点不矛盾 理解的是在你们这个年代 跟网络相伴 在网络上聊天 是我们见的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不解的是你们在网络上聊天 怎么会去产生情感 而且在婚姻里头去产生其他的情感 你是一个不甘愿意平淡 比较好奇 追求一些新奇的东西 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个女孩 可能家里面生活那个柴米油盐 这样很普通的事情 使得你厌倦了 烦了 我估计你跟你老公都有这个感觉 所以愿意在外面去找一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 结果却是婚姻产生的危机 其实我感觉啊 就是你一直在游离在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我是一个母亲 可是我又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一直在游离 当你眼泪下来的时候 主持人问 说你为什么一提到孩子 你就哭 你说我特别想孩子 然后我就想 哦 原来这时候你的角色 可能是个年轻的妈妈 但是一会儿你说的时候 我又觉得 哦 这是一个单身的人 他没有个婚姻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就说 我只要感觉好就行啊 我认为没有问题就行啊 我认为不是啊 很正常啊 就是一个我 你在网络上 跟这个男闺蜜交流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男闺蜜的年龄 这个男闺蜜 她的家庭情况 我问过她 她有家吗 有 有孩子吗 有 那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她的妻子得多恨你 我认识她亲的 那她妻子允许你这样 跟她老公叫宝贝是吧 不是 你管这个男闺蜜叫过老公吗 后来有过女子吧 对啊 那你管人人家的老公叫老公 那你说她的妻子会很高兴吗 不是 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想过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她也会不抱怨 那你不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合适吗 我确实觉得啊 就是今天我们的8090后 他们相对来说呢 可能更开放一些 可能思想更活跃一些 但是我觉得开放和活跃 并不代表着随便 就是说你跟她聊天 你认为她是你的男闺蜜 如果她单身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呢 她还破坏了你的家庭 这成了你们俩互相破坏了 不是 你想过这问题吗 你认识她太太 是生活中见过吗 没有 那你们俩是网络上聊的 都聊些什么呀 就没啥事 聊她家 聊她家孩子 那她没问你 你跟我老公什么关系啊 我说没有关系 她问你什么呀 跟我朋友关系 我说既然我敢跟你聊天 我就证明 我跟你老公没有什么关系 那说明她太太 已经很敏感你们的关系了 对吧 如果她太太 不敏感你们的关系的话 她就不会问你呀 她找你聊天的吧 我找她聊的 你找她聊的 你主动跟她说 你老公是我男闺蜜 我说我跟你老公 关系挺好的 她 我说我跟你老公 要了你的号 跟你聊聊 说说 我说你别怀疑我俩 我说你要有什么 你就直接跟我说 那你为什么 还怎么跟她老婆说呢 这不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就是后来 你先开始跟她聊 你肯定说你告诉她你是谁嘛 然后乱七八糟聊聊的 对 所以那你跟她聊完之后 你们是朋友了 嗯 现在你们还聊吗 偶尔 她知道你管她老公叫老公吗 她知道 好呀 她也同意 她说 她说你俩以后注意点 该聊啥聊啥 那你认为这句话背后是什么呢 她也肯定也那什么 是啊 所以 姑娘你看你这说话吧 老自相矛盾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简单问题 对于一个婚姻出现了问题的夫妻来讲 他们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呢 去见活人了 现在呢 先见个局你的 因为事实上 我们和一个陌生人聊天 你永远捕捉到的信息 都是那个 让你反感的人 所没有的东西 这恰恰意味着他们的婚姻 还没有到了解体的这个程度 他就是把一个不满意呢 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在填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不能说 这一定就得用多难听的话 面对这群孩子 至少现在还在没出大事的时候 他不是也坐这了吗 他坐这 他肯定也是想找答案的 他要想跟那个男的整出点 天翻地覆 凯而扛 他就直接奔那了 他也不用来这了 所以说我觉得 虽然我们这里边 我是最那个out了的人 是吧 但是我们也不用大惊小怪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都应该 以这样一个心态呢 去面对这件事情呢 可能我们今天受的惊吓会小 姑娘 你觉得刚才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妈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知道 来推一下妈妈的话 这个母亲您好 嗨 您好 刚才女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您什么感觉的呀 我看到我女儿这样 我真的挺难受的 那您告诉我 就是女儿说哪些话 让您特别难受呢 现在就不能提孩子 提到孩子我特别难受 您是因为提到 你的外孙女儿您难受呢 还是因为您觉得 女儿生活态度不够严肃 您难受 都有吧 你的女儿一直是个 很叛逆的孩子吗 对 她有什么心理话 她不跟我说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当妈妈 当得挺失败的 是 今天她跟我说这些话 都没有跟您讲过 对吗 对 您根本不知道 她在网络上还有一个 男闺蜜吗 后来知道了 一开始不知道 您认为那个男闺蜜 就仅仅是男闺蜜吗 具体的是 男闺蜜 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 因为她一直没跟我说过 我想知道的是 您支持女儿这样 你在网上跟别的男人聊天吗 不支持 可是你又管不了 对 你平时跟妈妈关系好吗 平时跟妈妈关系好吗 平时跟妈妈关系好吗 不是你 但是很少跟我妈关心里话 为什么 说不口 心里话很少跟 真正是身边的朋友说 只能在网上找陌生人说 对 我身边就是 包括认识我她 认识我老公她 都觉得我们俩过得特别幸福 我就是 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不幸福 可是 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在大家眼中 小夫妻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然而 她内心的痛苦 却无法向他人诉说 只能在网上寻找慰藉 然而她却无法分清 网络和现实的界限 你在网上有一个男闺蜜 你认为她对你很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她的那个家庭中来说 她用了大量的时间跟你聊天 没有吧 她就是闲在的时候聊聊 就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或者不管你愿意承认不承认 这种感情 你想想 当你吃饭的时候 你肯定忍不住就会问她一下 你吃了吗 就闲的 就没啥事 你干啥呢 你吃饭了没 我就这样 你就该喝 是啊 那现在聊天不都是这些内容吗 我觉得这可能只有 就只有有了感情的人 才会很单线的 跟一个人去说这样的话 肯定是因为有感情 我们在网络上 经常跟一个异性朋友联系 给他讲 我生活中的一些快乐的事 烦恼的事 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了 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 关键他不是一个呀 你现在不是就是 我们刚才扑的 一直都是这一个 就你可以跟一个男孩聊 但是不光是这一个男孩 那可是我在问你 就是你的下意识 我说你有一个 对他聊得挺好的 但不光只有他一个 但起码他是聊得最多的 你认为你的丈夫 怀疑的就是他吗 对 那你丈夫既然怀疑他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去聊呢 你光明张大的手机 就能让你看见吧 就是连接的位 那他有没有看过 你在上班管人叫老公啊 看过 对呀 你都光明张大 扔房上来 就证明没有什么 那你看去呗 就从上班之后就变了 就跟变换的意思 那你对你老公有尊重吗 他都不尊重我 我何必尊重他呢 他你埋婚室 跟别的姑娘玩 出五十块钱花费 一个电话不给我打 跟别的姑娘打 多痛多力打 我有招吗 就是我以前 那个前女偶 结婚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打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刚才问你 你跟别人聊天 其实报复他 你又说不是 有 但不全是 我终于发现 这个女孩 另外一个特点了 一击惹性 来 施钢老师 刚才我说既不理解 又理解 我现在又多了一份理解 我们知道 你现在在做一个 在婚姻里头 不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你的错是错在 你对他认识不住 就你没有这个边界意识 你打心眼里 没觉得这个事 有什么不对 你觉得我心底坦白 我又没准备 去干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只是因为 在婚姻当中不如意 我在网络当中 寻找一份心灵上的慰藉 我只要不背叛这个家庭 不背叛我老公 就别人管不了我 是吗 就我真觉得 他可能就是 他是在对这件事情的 自己的评价上 有了问题 才导致现在 这样一个对方状态 其实这个问题 很好解释 稍微一翻个就行 你如果觉得 你没有犯错的话 你为什么对你老公 在网络上那些 过激的语言 那么在意 他心里有很多委屈 只不过呢 他把自己 他装坚强 那个网上那装坚强 就说你呢 你这样啊 你先休息一下 我问你老公 这个关于这个网络聊天的事 让他讲讲他知道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交流 好不好 小孙对自己的做法 并不觉得有问题 他只认为 自己和丈夫的感情 出现了问题 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他才会去上网聊天 排解心中的苦闷 那么对于妻子的说法 丈夫又有怎样的回应呢 她会怎样看待 妻子的行为呢 1990年1月份出生 对 你刚才听到你太太这些话 你觉得吃惊吗 吃惊 哪句话让你很吃惊 男闺蜜 让我特别吃惊 特别吃惊 现在 可是你来之前 你已经知道 我这么一个人啊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能这样说出来 你认为 她和这个男士 早已超越了 普通的正常的男女关系 是的 对吧 但是呢 她自己用一个男闺蜜 来帮自己洗白了 洗干净了 对 所以你觉得很吃惊 是的 甚至觉得她不够诚实 嗯 好 请坐 小伙子 你对这段婚姻怎么看啊 一开始 我们俩过得挺幸福的 就从今年上班 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也就是2013年 对不对 对 你直接回答我 你觉得这段婚姻还有救吗 我看 应该有救吧 我觉得你的表达很有意思 你看你说 我看 这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就是够呛 但是你又回答我 应该有戏吧 所以我觉得你 你平时表达就是这样吗 你为什么不直输胸义啊 她在外头特别激动 她在哎呀 我进去不敢说话 说明她觉得是没戏了 但是她希望有戏 只能这么解释 王维念老师说的正确吗 正确 非常的伤心吧 对 非常的委屈吧 嗯 你曾经对这个女孩好过吗 相当好 你没想到她会这样对待你 是 其实这几个月来 你都很难过 是的 她说你们俩的矛盾 最初在于 你跟她网上跟别人聊天 有这事吗 有 你跟什么人聊天 跟朋友 聊得很亲密吗 跟她结婚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的前女友 跟我聊了一段时间 你后悔吗 后悔 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做这些事 也许她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样 是的 你在网上聊天跟人说你没结婚 对 没孩子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说着玩的 她一次逗着玩 你听过她 一次她还聊 你就是逗咳嗽 逗出问题来了吧 是的 但她跟那个女孩关心去吧 挺在什么呢 但是具体看来有什么 不知道 当天让她发现的时候 那天她告诉你的父母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那时候孩子才一岁多 那个时候你觉得她是很爱你的 对 绝对不会有其他想法 是的 所以你好好地哄她了 对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是的 你什么时候发现她变新了 去年 2013年 几月份她就上班了 二月份就去上班了 然后到五月份 就发现有问题了 她就 有时候想回来就回来 不想回来就不回来 她不回来去哪儿啊 不知道 就是我给她打电话 她不接 然后就 再打就关机 所有的人打电话 她都不接 要不就关机 我在我朋友呢 一个女孩 就是也结婚了 她家也回海盾嘛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 她不理你了 不回家了 开始关机了 确实跟网络上 那个男士有关系 对 她承认了 她说她去那男的那儿 她承认了 我说既然你不信任我 我说你既然 你既然怀疑我外边有了 那我就告诉你 就是明确就是有了 你要说 你要这样说 我也没办法 她不是说 她只喝过一次水吗 当然她自己承认的 对 那这问题又复杂了 这确实不是男闺蜜 她承认 她跟那男的叫过老公 你看到过吗 看到过 如果你没看到过 我想她未必会承认 对 你当时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那男孩 给她发的信息 喊她叫老婆 然后她喊人家叫老公 按照你太太的话说 对于你们8090后来说 老公老婆是可以随便叫的 你这样认为吗 不 起码我不这样认为 对 好我们现在问一下 现场有没有8090后 请举手 您哪年出生的呀 就三年 刚才那姑娘说你们90后管谁都叫老公 随便 不是 你的父母会不会教育你 只有谈恋爱了才可以管人这么亲密的叫 应该是结婚以后吧 谈恋爱都不能这样叫 对 非常好 您好 您哪年生的 第二年 你有男朋友之后 你会跟别的男士叫老公吗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您好 多大年龄 95年 谈过恋爱吗 没有 在你想象中 你会跟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叫老公 就是结了婚的 然后走一辈子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采访了三个90后 他们的看法都非常一致 跟我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差不多的 我还以为咱几个老土呢 这么听来也差不多呀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工作 经常跟大学生就去现在的90后打交道 应该说从我们这个年代来讲 老公和老婆是婚后之后的专有名称 但是据我了解 这普遍的现在对于现在90以后的孩子 他们在恋爱当中 有多数的人在恋爱当中 只要确定了稳定的恋爱关系之后 是叫对方为老公老婆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在恋爱之外 再怪第二个人或者其他的男士 喊老公老婆 这个是不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跟这位所谓的婚外的男闺蜜交流过吗 通过话吗 就通了一会儿 然后我丈母娘拿过去接 就是他不是打电话过来吗 让我媳妇接电话 然后我抢过来了 你确认是那个男的吗 对 那他说什么了呢 我就是接过来骂了几句 然后我丈母娘就抢过他 抢过的时候我丈母娘跟他说 就电话一直都没给我 来推一下话筒 这位岳母您好 主持人您好 当时确实那个男孩打给您电话对吗 对确实给我打过电话 他怎么会有您的号码呢 我有一次去我女婿家吧 我使我的手机给这男孩打过电话吧 可能也是我的女婿让我给他打的 他说你给他打一个 我就给他打了 完了这个男孩也没有接 这样他就拿我的手机号留下了 您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女儿确实在婚外有一段情感 通过我的女婿说吧 说没准我这个女儿又上台那去了 不信任的话 您就给这个男孩打个电话 我就给这男孩打电话 可是打了几次吧 这男孩没有接 那天他给您打过来电话 他跟您说什么了 他就说我这个女婿不会过日子 是个大男孩 他有没有说 您女儿跟着这个女婿是不幸福的 他也说过 他说他跟他 因为这个男孩不会过日子 因为我这女婿不会过日子嘛 他给不了他幸福 我说你 我说你这样也太不道德了吧 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还在婚姻之内 你这样去破坏他们的家庭 有点不合适吧 有点不道德吧 完了我这个女婿就拿电话接过去了 结果以后就骂了这男孩几句 所以其实无论刚刚这个女孩子怎样掩饰 我们其实基本上这个事实是确凿的 而且妈妈也是非常清楚的 这已经说明那个男孩在他们家是一个公开状态呀 这个男孩和他的太太过得好和不好 跟别人有关系吗 霍律师一直在摇头 无语了吧你 其实我是感觉这个刚才这个 我本来想问他 我说就是他跟这个男孩对话的时候 这个男 这个所谓的你太太的这个男闺蜜 是不是很理直气壮的跟你对话 其实刚才听到这段 不仅仅是理直气壮了 已经是 他可能是在说的男生里面 公然向你挑战 对 那这个呢 已经超越了我们一般的这个 说的严重一点都超越了 恋爱的这个界限 已经是 当天接完电话你跟你太太交流了吗 没有 你认为你太太对你有什么不满意吗 不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早跟他结婚啊 彼此相爱第二个就是有孩子 未婚先孕 对 哎呀你爸妈也不管你啊 19岁 你父母很惯着你吧 对 然后就想把这孩子要下来 对 当时你不够结婚年龄啊 当时没想那么多 所以你不觉得当时很不成熟吗 是 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 你跟你太太谁 谁跟女儿关系更好一点 她 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都 跟我父亲开车 忙到很晚才回来 你会不会觉得孩子很可怜啊 觉得 那个男闺蜜 她不也有家庭吗 是 你觉得你太太现在这么坚定想跟你离婚 跟那个男人有关系吗 应该有啊 她有家庭 她即使离了婚怎么办啊 她说那男的也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 这个不太清楚 她没懂 谁跟你说的 我媳妇 来推一下这个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你的男闺蜜确实离婚了吗 不知道 反正她跟那女的就是 那女孩好像比她小吧 然后生完孩子 她说那女的跟别的男人走了 后来又回来了 不知道咋回事 我天 您这预料都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 好像啥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啥事都发生在你身上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这人呢 你要想过好日子 可能好日子就来找你 你要是不想过好日子 这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乱七八糟 你看现在这我听的 我都听了 脑袋都大了 她确实离婚了是吧 不知道 她说那女的走了 后来又回来了 那你不是还跟那女孩 在聊天吗 然后后来她说 他俩挺好的了又 就反正她俩那事 也挺纠结的 你现在觉得 你还深深地爱她吗 对 你认为你对她的是爱 还是不舍 不舍 你回答正确 是不舍 你觉得 假如今天通过我们的调解 她再回到你身边了 你能忘掉一切吗 只要她能回的 什么都原谅她 我觉得我们当然希望 你们俩和好 特别希望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 是要告诉你该怎么办 而不是一味的要和好 王英老师 小伙子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离你认识这个女孩 有多长时间 有两年多 将近三年 大概十六七岁 对 然后呢 是因为什么分手 就是她在拆迁了 然后她就 把她送到美国读书去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没联系 北京 这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前女友吗 对 刚才你说了 一切都可以原谅 是因为你的大度 还是因为 你认为你因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还爱着她 那你告诉我 爱她什么 我现在还是爱她的好 对我的好 她对你怎么好 按照你刚才描述的 一出去好几天 三五天的时间 然后也不理你 这是对你的好吗 她爱她以前 给我 以前对我好 留下来的记忆 此时此刻你爱她什么 不是过去 现在不好说 你看 这你刚才的态度 你自己还没有一个条理 她爱她的以前 她就是放不下 说白了 她没有勇气和能力 放下这个女孩子 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她是因为你 和你的前女友联系 她愤怒了 于是她选择了一段 这样的日子来报复你呢 你还是认为她 越来越觉得 作为丈夫 你离她的要求太远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你认为这两条 哪个是她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第二条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为什么 自从她认识了我 我没给她 在经济上带来 满足 你没有给过她钱 对吗 对 那她靠什么生活 基本上都是我父母给 我们跟父母一块 你是南方人吧 对 南方人 因为很多南方人 在北京做生意 都是家族性的 对 都是老爸赚钱 对 所以在你的父母 也有问题啊 难道他们从来 不给你发工资吗 不 那你们是一个小家庭啊 难道你的父母 不需要你来自己撑家吗 我基本上 就是跟着我父亲开车 然后就是跑跑工地 然后就是孩子 基本上都是我家旦 我也不好意思 你是你父亲的助理 不发工资的助理 对 从来没有按月给你发吗 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啊 因为你应该有你的经济自主权 是吧 马老师 嗯 但是对他来讲 他已经默认了 是不是只要要 就会给 所以也不存在说没钱的问题 对 那你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吗 嗯 不是 把这个猜猜请上场一下 我来问问 刚才王伟念老师 转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就说 到底 他是因为爱上了别人 还是因为你不称职 对于主持人的疑问 妻子会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呢 对于之前说的 所谓的男闺蜜 给母亲打电话时所说的话 他又会做何解释呢 就那天 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脑子一下就懵了 去听他们说什么 我也没听起来 妈妈刚才说是这样说的 嗯 那就说明那起码 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起码那男的是 希望你跟他在一起的 嗯 对吧 那你难道一点都不想吗 想过 但是想想孩子又舍不过 所以我想知道 刚才这位先生说 你们俩曾经非常相爱 是这样吗 嗯 说你曾经对他特别好 那你为什么就变心了呢 女孩都有心中心吗 别人有的自己没有 然后他给不了你 就谢谢你 什么东西 上街吧 吃块糖 他身上一分钱没有 你就吃不着 你就特别想吃那块糖 你就心里觉得痛不难受 你们俩经济很拮据吗 他一直跟他爸上班嘛 然后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就是从来都是花一分 要一分 那你的公婆会给你钱吗 偶尔会 只要一开口 不管是多多舍舍 他只要一开口 马上就给他 就是带孩子回婆婆家的时候 然后他妈就给点钱 说给那孩子买点什么吃的呀 买点 给多少一般 一百或二百 就是 你一个月父母会 大概给你多少钱 他爸 他妈从来不给他钱 就是出去干活的时候 买什么材料 给他钱 剩下的钱就是他的 基本上不会主动的说 给你五百块钱 你过日子的时候 从来没有过 他要二百 可以给他说 给三百 可以要三百 可以给他五百 那你没有跟父母 谈过这事吗 谈过 你为什么不出去 好好找份工作呀 为什么一定要跟着爸爸呀 想出去找工作 前一人他出去工作一个月 然后后来 他爸说 工历要开了 也没人给我开车 你赶紧回来吧 我的一切都是他的 所以其实 你确实觉得 什么都没有给过他 你一个月大概会消费多少钱 两百块钱 大概三百块钱 他自己不这么花钱 他舍得给他花钱 因为他媳妇可以 三天不在家吃 不端晚 但是他这个零食 可以大包大包回家里 两三百块钱 确实有点少 姑娘 你还有什么觉得他 你受不了他的地方 不可能说一天受不了 就离开他了 肯定是 就是很多小的东西 但是让你说 你也说不出来什么 你们的孩子现在 就合着他父母养着呢 你想想啊 你是在你 不够年龄的时候 生的孩子吧 对 那你们现在领结婚证了吗 领了 在孩子多大的时候领了呀 一年生的孩子 一二年四月 才领了结婚证 那你们这孩子上户口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上啊 本来说今年上了 今天我俩一直闹 所以父母就是不给上了 不是 本来想把孩子弄在北京嘛 户口弄在北京 不过以后好上学嘛 结果他们今年闹得这样 就没给孩子上户口 谁父母不给上 我父母 不是 你们俩闹不闹 就你们俩怎么闹 那孩子户口将来难道不上了吗 上 他们家一直有来的户口 是上北京还是上老家 上北京是罚 那时候也是五万多 现在顾不到这多少钱 然后因为要罚钱 先开始怀孕的时候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妈 生孩子你罚钱 他妈说罚就罚 罚完了生完了 你爸一年挣那么多钱 还上不起那孩子好 然后先开始问我 说多少 我说你罚十万 这都几年了 前两年人家 生孩子就罚三万的 他妈说回你 你问问你 回我问问你 生了孩子 那孩子也好几个月了吗 然后就出问题 人家说 那不是说罚五万 然后后来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罚五万块钱 他妈说 这是托 干我 你爸又开工程没钱 明儿个又那没钱 我说那 那上不上吗 反正 反正这孩子早晚就有户口 前两年也不着急吗 因为这孩子 马上三岁了 该上幼儿园了吗 然后就问 他妈说 上上 一问就上 就价格也不拿钱 出来也不上 负责都是小问题 明儿上也可以 就是两人挑战好了 都可以解决的 当时是说好的 孩子户口 你们家出钱是吧 对 所以小伙子 我觉得你在家里 没啥地位啊 是不是你的爸爸 非常强势 对 他妈强势 我最怕的是我父亲 你怕你父亲 对 你给爸爸开车 他经常训你吗 训 所以姑娘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丈夫挺可怜的呀 反正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家是他妈强势 就经济大权 基本什么事 都是他妈说的 来推一下父亲的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孩子的户口问题 怎么还没有解决呀 如果两个人说的话 好好的顾虑我 咱们就考虑一下 把鞋子的服务 都说这些白金 如果说两个人 都是这样的闹下去 解决不好的话 那我孩子肯定是 我要 按照我们闹下去 也就是说 他们要是闹 您就把孩子户口 上到老家去 是这意思吗 对 上老家不用花钱是吧 不管是老家也要花钱 这边也是花钱 钱不是问题 要是钱不是问题的话 我们俩早就领结婚证了 那时候我俩没闹 变九十干嘛 不给他孩子上户口啊 对呀 因为我觉得 你们不给这孩子 孩子上户口 确实说不过去 您儿子给您开车 您为什么不给他开工资啊 我们来玩 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的一切都是他的 知道吗 问题是您这样做 多么不利于他的家庭啊 这个上面呢 这个女孩讲的这个话 有一部分的话 她是不诚实的 上班一次到新来 到近年 她上班一分钟 都没有给家人说 给他们 难道她自制滚 自制还不行吗 她说的是 你的儿子没有钱 我儿子他要钱 什么时候要钱 我什么时候给他 这个是从来没有控制他的 有时候他们不说 我们都给钱 比如说啊 比如说现在我自己雇个司机 一个月怎么也得给人家 三四千块钱 您有没有每个月按月 把这个钱给你儿子 没有 那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随便随便拿 随便 那你问在座台底下 你们谁一个月挣两千块钱 能养活三口人 你要考虑一下 你借我们 三奶三的 你上班一份 你借到哪去了 你还开口问我们要钱 对不对 我从上班之后 没跟你要过钱 你没问过你爸要钱 你没问过你妈要钱吗 我问我妈要过多少钱 你从去年开始上班 你在孙玉上班的时候 你拿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你今天二百 明天三百 你当然不知道 你今年上班 你拿钱了吗 你给孩子买过吃的吗 我没给孩子买的吃过 我没搭孩子吃过 肯德鸡吗 我手机里照片 谁给照的 那孩子成年生 爷爷奶奶带呢 你不能这样说 你没有 你不能说是家里 没有给你一分钱 天地良心好不好 凭良心说是 我爸的妈是 我孩子一直是我 是我爸妈照顾的 要是我老公有能对 我们没有自个儿的家吗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们社会当中 就是要买什么 要什么时候开口要钱 我每次 有这一次不可以去你们吗 你们想一想 是这样的啊 这个先生 我相信呢 您不会缺他们吃 缺他们穿 但是现在年轻人呢 他们希望自己有一部分 可以支配的钱 比如说 我这一千块钱 我愿意给我媳妇 花九百块钱 买个金项链 那是他的自由 对对对 自己通过劳动所得 可是您可能 在您心里认为 这儿子还没长大 是这样吗 对 因为我儿子跟我儿媳 可以你们也看到 是吧 他们太年轻 不成熟 确实他们不成熟 他们还没长大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 这个他们的这个不成熟 没有长大的里头 这个速度的这个较慢呢 就跟你们的这个家庭观念 有很大关系 你其实早就应该让你的儿子呢 自己变成一个男人 他现在还是个男孩 而他这个男孩的状态 源于你们这个家庭的观念 说我的就是他的 多会儿我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都交给他 问题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难道他就不可以成为一个男人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后面的爸爸妈妈 知不知道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 你想想你虽然给出了一个场景 是孩子什么时候要钱都给 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现在 就你你觉得他没有长大 你觉得这种情况 他什么时候能长大呢 就一个孩子 他现在有老婆 他有孩子 他没有收 他等于没有收入 他自己抽一点烟 他都在问你去要 你这个状态你觉得这个孩子能长大吗 他的媳妇跟他在一起能有家的感觉吗 就他们可能比如说 确确实实由于条件不允许 他现在没有办法独立 但是你们要想办法让他独立 你们现在是不让他独立 这个孩子肯定长不大的 我是想这位先生啊 这个我想跟您说啊 因为作为您这个年代的人啊 有您这个年代人的生活观 价值观和消费观 他们这个岁数有他们的这个消费观 其实呢可能他们想的浪漫一下 看个电影 可能买一罐糖买个爆米花去浪漫一下 这个时候可能您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在您没有给他绝对支配权的时候 他始终都是一个孩子 他会让他的妻子 让别的女人都会感觉到 他是依附于这个家庭 对 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说 您说今后会要把您的这个 所有的事业去交给他 您有没有考虑 在您现在的这种培养模式下 他还有没有可能去接这个班 嗯 您永远把他当孩子 那么他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孩子 他甚至现在他自己都在怀疑 他到底能给他妻子什么 对 是因为他不知道能得到什么 他他现在这个小伙子是第一他委屈 他觉得这个女孩背叛了他 第二呢 他自己都觉着 我确实好像对不起人家 没给人一个当丈夫的感觉 施老师 这个如果现在这个咱们摄像师如果抓住的话 你咱们看看这个这个两个小年轻做的这个样子啊 大家感觉他们 同学 他们俩下两口子吗 像同学 就小伙子 我去刚才我记得我们追问了好几次 你到底爱这个姑娘什么 他们问的时候我就想问 小伙子我有个问题啊 也许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帮你澄清 你是爱你现在这个妻子 还是爱北京女孩 我爱我妻子 那你怎么表现呢 你看你这个感觉让我们看不到 我就发现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你偶尔拿眼睛 一会儿说瞄瞄我呢 还在瞄瞄后里说我不知道 看了好几次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有看到你 有一点情感的去看看自己媳妇 她害怕 你是害怕吗 觉得没脸害她 她怕所有的人 对 她只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模式或许 然后这位女孩 你还爱你的先生吗 一点都不爱了 她要说不爱 我觉得这个状态像 一来就脸一憋就朝这边去了 主持人说你能不能看看我呀 马上把眼睛就从那边 跳到王毛身上了 中间都不太过渡一下的 对 我觉得非常好 一个少师观察非常好 小伙子你先休息一下 我跟他交流一下 好吧 其实你丈夫是一个 我倒觉得挺心疼的 挺可怜的 为什么 她就是 说句不好听吧 就是特窩囊的那一男人 那你找的时候 你怎么没觉得这样 我没觉得就是 先开始往那儿说 因为他们南方吧 可能就是南方人跟北方人生活环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但是很多家庭就是 茶余饭后 都容易坐在一块聊天 他们家从来没有过 然后就是 如果我去跟他相处的话 就是结婚之前 我们俩就在一块 他爸跟他妈在一块 就是很少说四口人 坐在一块聊天的 你的家庭中 爸爸妈妈和谐吗 小时候吵 然后后来我爸出了一次车祸 就好像没吵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多吗 先开始不理解 我爸跟我妈那种是什么爱吧 就长大了 觉得我爸我妈对我都挺好的 小的时候你不觉着 对 为什么 就因为我哥不是比我大发愿吗 然后就是我大伯他家的 我们住东西院嘛 他家生活匪名比我家好一点 就觉得他什么都有 我就没有 然后后来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吧 05年吧 电脑 六七件不也挺贵的嘛 我爸一个在正义 电脑关键 然后我 我爸看我哥有电脑 就也给我买了一台 然后就后来觉得 我爸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他会从很多方面 就特别关心你 这个女孩子你看啊 我挺心疼你这个眼泪的 但是几件事情 你要自己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25岁了 你要自己想 你想离开这个男孩子 有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 他手里确实没钱 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 而你小的时候 觉得父母不够爱你 你也是觉得 你跟个个比 在物质上你差很多 那么 所以 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 长大的孩子 就特别容易变成 拜金 或者说你希望有这块 可是当你有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他的更不好 石方老师 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不一样 其实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 反正起码我认为 您跟马建老师肯定从小 生活没那么富裕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 但是我也没觉得 你们俩有多拜金呢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 但是我们家很和睦 我一直认为一个家庭 和睦和稳定是一个孩子 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 这一富裕不富裕 那是辅助条件 贫困呢 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对物质 充满了期待 甚至说会想尽一切方法 得到物质 得到金钱 另外一方面呢 让我们更有耐力 去面对生活 我倒不担心这个男孩 因为这男孩呢 起码到他爸爸80岁的时候 他能把家产继承了 我担心的这女孩 这女孩到现在为止 他就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自己强大有多么重要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男孩值得 一个女人去 去懂得去理解和同情他 你没有去同情他 反而你用了一种 折磨他和 打击他 打击他的办法呢 去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找希望去了 我告诉你 姑娘 你的这种找法 你会把你自己 找出毛病来的 找到最后 连你自己都找不着 自己是谁 你如果这么一个理念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的话 你将来会活得非常非常 可怜可怕甚至可悲 所以说我真的 要让姑娘 从这个男孩 你爱不爱他不要紧 你首先要学会同情他 你首先要学会 在这个家庭里头 学会拯救家庭 你才能拯救你 你如果要是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家庭出了什么问题 你只知道 去放下这个家庭 去重新寻找一个出路 我告诉你 你现在正在寻找 寻找到一条 非常危险的路在走 我觉得王导之灯话 非常的 推心致富 我们毕竟比你年长一些 我们几乎能看到 你前面要走什么路 然而你自己 一意孤行 我觉得你要好好思考 什么叫成长 你要想想你的孩子 你自己不带这个孩子 然后你自己 如果说我离婚了 我来出抚养费 等等等等 后面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你跟着这个新的人 我们也了解一下 他的情况 他也并不是什么生活 想象非常富有的人 那么你也会 继续进入一段日子 你会继续觉得 他还不如原来呢 没大分别的 我以后都不想找男人了 突然就觉得 你多么幼稚的语言 是很幼稚 可是现在的想法 就是这种 我觉得男人 有点靠不住 还不如自个 找到班上 所以你一定会 想尽一切办法 找一个 又没孩子的 又有钱的 又能帮你改变命运的 还又不嫌弃你孩子的 但是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 没有 你认真思考 我们只是给你建议 如果像刚才这个男孩 他碰上一个好女人 规矩他 这个女人在家里 能起决定作用 他不会是今天这样 所以我觉得 你要认真思考 你做了什么 您休息一下 我跟你妈妈聊聊 好吗 小孙的做法和认知 让我们感到 十分的震惊和不解 那么小孙的母亲 是怎么看待 她的所作所为 小孙如今 种种离经叛道的想法 会和她从小的成长 环境有关吗 您好 您好 请坐 哎呀 刚才女儿说的这些话 你挺吃惊的吧 嗯 你会不会发现 其实根本不了解她 心里有什么话 她都不跟我说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呀 我也不知道 你支持她离婚吗 不支持 你恨不恨婚外的那个男人 恨 其实你非常清楚 女儿确实是因为 那个人要离婚的 嗯 有这方面原因吧 您觉得您的亲家 他们一家人 对于女儿好吗 到现在也没有去 还有呢 咱们北京嘛 女儿要是 搞个对象 或者到什么时候 也有过彩礼嘛 我们那边可能是 六万八万 还有十万 完了 我说我不 我不跟你养那么多 你能存吧 有这么个奖块 万里挑一 我说你给一万一得了 这个他们家挺痛的 就给了 我们上她家去以后 说定日子 一定年的十月三号 完了 他们家就 没有什么反应了 就 不能就这样 就完了呀 我就亲自上 上她这个表姐她家去 我说 还得带过点彩礼吧 我说我也不多要 您不是说 就要万里挑一就行了吗 是啊 我说不还要取结婚证吗 因为她俩那边 不是没取结婚证吗 完了后来 我还得办酒席什么的嘛 完了后来 我又要了第二次 她的 我说给我五万块钱吧 她家也没有给 那你为什么要这彩礼呢 农村这边都这样啊 搞大厢给一回 完了 起结婚证再给一回 她们还不投一会 一块 她要齐了 那不是人家 得 那那个程序 你讲的她离婚了再要 你肯定更要不着了 要不着就要不着呗 这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 所以她家现在没给我 也没死吧 得要吗 那那个结婚之前我给的 一个三万一个五万嘛 第一次给了一万多吧 第二次好像拿了 一万还是两万呀 然后后来又给我妈要回去五千吗 这位大姐啊 我觉得你们犯了几个 很致命的错误啊 就是第一呢 您的女儿未婚先孕 一个姑娘一旦未婚先孕 在人婆家的心里 你怎么能没结婚就怀孕了呢 这个我明白 对呀 所以您在可能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要告诉她 是不可以的 这第一啊 第二 我发现您跟您女儿一样 我就明白您女儿 为什么会觉得经济是第一位的了 您看您在跟我交流的时候 您讲到一些事 就是因为 可能确实原来的日子不好过 所以您会把这个经济 记得这些事呢 都是跟钱有关的事 您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说了大话 他妈妈也说了大话 那么也就是说 当时您的女儿 跟这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 您是觉得人家家 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我没那么认为 因为我们一文中存嘛 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习俗 最初的时候就跟这个小伙子说过 我们可是要走两次彩礼的 第一次是什么 第二次是什么 您讲过吗 那个我没讲过 因为她说 您前面说的是 我不可能给您要那么多 我们这儿的规矩就是万里挑一 那给我一万吧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想这妈妈还挺明事的 就要了一万 可是您后面说还得五万等着 那不还是六万吗 实际上没给我这么多呀 他们也是就这样商量的 没有说是彩礼或者是什么的 没有做程序 第二次给我拿去了三万块钱 拿去三万块钱 完了我那女婿 紧接就是说 妈快来那给我拿五千块钱 因为我说拿五千块钱 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干什么 我快快我就给点给她五千块钱 完了后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是使得这个五千块钱 买的结婚戒指买的项链 她也没有跟我说要这个钱 您觉得不合适啊 是你们家娶儿媳妇 应该你们家给这个 给的女孩买这些东西 当然应该入乡随俗 我们现在有没有北京农村的大姐们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这个规矩啊 确实是给两次彩礼对吗 对就是讲订婚时候吧 那婆婆给那个一万一 是万里挑一是改嘴的 等着结婚时呢 要领结婚证什么呢 还得给这姑娘买那个衣服 钱 一般会给多少 一般的 就是看于南方的那个 就是家里条件好 应该是给五万 一般是这样的 对 那也就是说这位女士说的 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对我们这边都这种习俗 您这边也是这样吗 是 都差不多是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嫁一个女儿 最好咱能赚六万 是这意思吧 这个男孩的一个父母 给这个媳妇 一万一的改嘴费 这个男孩子还要给这女孩买三斤 姑娘买点 什么首饰乱七八糟的 这五万 其实包括在这里吧 那问题这位大姐说 给了三万啊 三万可能少点 但是呢 又要走五千买了 戒指什么的 是不对的 对吗 和气嘛 既然俩孩子要愿意 应该没必要那么旧的 是 但是你们会不会也觉着 比如说在我们常生活中 如果女孩已经怀孕了 这个事就 就麻烦一些 反正我觉得 就有点不值钱的意思 在我们农村的来说 一了解一下 这大姐说的是对的 那么确实是我们 北京的一个习俗 这位大姐挺朴实的 她其实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您看问她的话 她都特别诚实的 就说出来 但是这位大姐 就亏在哪了呢 因为她们是南方人 如果她们也是北京人 像这位大姐 就很明白 就没事了 听下这个对话 你当时说的是 你也别给我那么多 这个我们呢 就图个吉利 万里挑一 一万一吧 这个话一般要是说 不了解情况的人 就认为你不要十万 你就要一万一 但是你等了一段时间呢 按照北京的习俗 再要一笔钱的时候呢 他就认为你 毁约了 你当初说的不要 你怎么又要一笔钱呢 这就是表达上的 比如说我要是 这个老北京 我是你们那的 就是我就会跟他说 你们那要十万吧 我们这不要十万 我们这呢 最多要六万 但是我们是分两次要 第一次要一万一 第二次呢 是五万 或几万 但是呢 是等到什么什么 什么时候再要 你没跟人说清楚 这个我一会儿 两位家长上来 我就要跟他说呢 他们家最大的问题 他们是算着活 他们就考虑这个钱 对于孩子来讲 什么时候给他 给多少更合算 怎么样过 他们想着是 一定要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让孩子把这个日子过着 所以说这个婚姻呢 如果说是家长 要么你就别管 要管你就别算着活 所以说你们都 都出在了这个 对钱的这个敏感上 处理上 这个语言的对话上 我也是曾经在一个 菜区外地参加过婚礼 男方和女方 因为什么吵架 也不是钱的问题 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结婚及时的问题 到底什么时间 对 也要吵 其实呢 就是大家呢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之前 沟通不够 可能你认为说 你不用说 他应该知道 他可能也认为呢 他不用说 你也应该知道 其实呢 双方都不知道 他那边的风俗 您按您这边的风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沟通就存在了差异 另外一点呢 也确实是可能您心中啊 没有达到您心中的满意啊 我觉得跟四个字有关系 奉子成婚 奉子成婚就变成了什么 一切从解 时间不等人啊 所以说呢 可能真的是这种 让你女儿在这个样的环境下 这样的情况下呢 去选择了这样的婚姻 到底是她是因为责任 因为无奈 她还是因为真正有爱 去选择的 我这个女儿啊 她不跟我沟通 她有什么话 她不跟我说 如果她要是说 投结婚以前 她跟我说 说妈我怀孕了 我可能就采取办法 可能让她拿点孩子去做掉 您知道的时候 我还怀孕几个月了 都已经四个多月 快五个月了 显身子了 而且她破家又舍不得 她没跟我说 我女儿也没跟我说 跟我说的话 我就让 我坚决让她做掉 不可能有这么多麻烦事 孩子上不了户口 孩子为什么上不了户口 还要发签 因为他们未婚嫌疑 你要上户口的话 你就得掏签 这位妈妈 不管怎么说 都已经过去的事了 今天看来 您刚刚说这些事呢 您的亲家说 她并不认为是这样的 她认为呢 当时都说得很清楚 母亲对女儿未婚先孕 也是懊恼万分 但是 木已成舟 后悔也没有用 对于孩子的户口问题 亲家始终是回避的态度 这让岳母很不满意 那么婆家为何不给自己的亲孙女上户口 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她们又如何看待这段尴尬的婚姻呢 刚才您的亲家母 说这些话您认同吗 我有的地方认同 有的地方不认同 什么地方不认同 那个小孩结婚的时候吧 我根本就不怎么 拒之情况 我是不怎么清楚 但是这个说 当时送财子的情况 我是亲自去的 我第一次就是 我去了她家 她们系上好了 说那个小孩结婚 所有的费要 要五万 所以我自己开赛去了 亲自送了五万 一次性的 我送了五万给她 没有 什么没有 就是在心上 我那一次亲自跟我儿子 我开赛送过去的 结婚之前 你想想 结婚之前没有 我只送过一次五万 有我 有孩子的父亲 有我女儿 还有她姑奶奶 我们头一次上人家去 上人家去 完了以后 咱们在饭店吃了饭 吃完饭 回了以后 两个孩子去逛节了 两个孩子去逛节了 完了回来 你就是一直说 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孩子还不回来 完了上我家去 给我拿的是一万一 谁拿的 你拿的 不拿的一万一 没有 第二次是 这不信息 第二次是送委去的 给了我三万 完了给我要回五千的 当时跟我回那时候 你好好地想一想 回那时候 说小孩结婚 这笔药 人家要 有的是八万八 有说好的是五万 所以必须我今天送过去 我当时取的一款五万块钱 是我亲自去的 送到你们家 有你跟你老公 两个人住在那 我把五万块钱都在那 还有你女儿 我只是去过一次 绝对不是 三万对 那个介绍人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你可以选一选 可以给他姑娘打电话 你就可以问他姑娘 给了多少钱 可以啊 来姑娘推一下话筒 您说 你好 您记得当时你的公公给了妈妈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第一次给了多少 但是第二次拿了两万还是三万 是我跟我老公我俩去的 然后我老公又要回去五千 也就是说第一次给了多少钱 你不知道 对可能是一万一 因为我看那钱没有那么多 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 可以三万有那个介绍人 当时介绍人跟我这么说的 我也这么做的 你想一想 我怎么会给过一万一 我从来就没有给过你们家一万一 他们说后面又给了三万 是你儿子拿过去的 有这事吗 也没有吧 来小伙子 你好 你好 你记得有印象吗 你跟你的太太拿回去三万块钱 对 拿回去三万 确实吗 对确实 是三万对不对 对 我开车去了 也就是说刚才你爸爸说 给拿过去五万没这事 对 怎么没这事 我亲自送的 我来这晚上我亲自送的 你想好了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的 好吧 你亲自送的是那一万一 怎么可能是一万一 就绝对不可能 三万块钱是两个孩子拿过去的 好 这是第一个谜团 我们等会再来解决 先生其实跟您一交流 我会发现您是个场面上的人 就是一握手就能感觉到 您肯定是自己做生意吧 对 对于儿子的教育方面 您可能没想那么多 对不对 对 这个上面祝福我们也有证 我们 其实刚才听到你们 这专家的分析以后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南方主要的是什么 像我就这个小孩 是吧 他需要的什么 我肯定是母怒他 包括他女儿到我们家来说 需要什么 都可以给他们 我想知道 为什么一直没有给孩子上户口 他也没有跟我说这个事 就是结婚以后吧 大概去我们家一两次的时候 吃个这个事 吃个这个事 最止情况他是没有跟我说 那我想问您一下 是不是您有这样的打算 就是说两个人在闹别扭 如果把户口上在北京的话 将来孩子的抚养权 有可能就是妈妈的 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没有 没有这个想的 杀一个北京户口 小孩就在为上个北京户口 是挺好的事 是吧 这个我女子姐 我也男子姐 但是最主要 我们要办户口这个事 也要他们续助 因为毕竟我们是外国人 他们是本地人 人家愿意协助 愿意吧 是我们协助了 头一次 我跟这两个孩子 我说上户口 上户口 我们就上我们当地那个 说报所 我们就去咨询了 咨询了以后 完了 那你说得让男方 上老家开信 这个信你们开了 了吧 开了来了 这就证明你们知道了 我们要给孩子上户口 可你们到现在 也没给孩子上 那你们今年从头 落到尾了 那你们有权利说这种 怎么是这样 你就是小孩上户口 也要跟你们去上 对吧 需要什么程式 你必须跟我们说 我们这边才好办 岳母嫁母娘的事 就是说 您怎么不给钱呢 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对吧 岳母娘等的是让你掏钱 你明白吧 你跟他说上户口 他每次都满口答应 我说妈上户口 他说上 肯定上 然后他就是不拿钱 那时候我说 我说你把户口上了 就一直闹矛盾 所以先生啊 是这样 其实刚才 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其实挺心疼你儿子的 我儿子可以这么说吧 他心挺好 但是他 就是这个表战能力挺差的 像我们几年吧 整个工程都停下了 挺老心的 就您的工程 因为他们的婚事 对 您知道儿子 为什么会是这样吗 像我儿子吧 他那个皮脂比较糟 他表戴语气 他发不出 他说不出 说不出个道理 我倒觉得 今天这期节目 我认为 就应该上节目的是 您跟您儿子 而他们的 其实婚事 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儿子呀 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你不知道听到没有 他说我特别怕我爸爸 我说你爸爸经常跟你发火吗 他说发 经常训我 所以我就在想 因为您在家里边 您是顶梁柱 我能够理解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 肯定在外边 接触很多事 您会哪都看不上他 觉得这我儿子 怎么会这样 但您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 您对他的恨铁不成钢 然后导致了他今天的性格 导致了他今天的婚姻 然后再加上碰到了一个 不大负责任的女孩 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一切 既然来到这里呢 我认为 孩子要不要离婚这个事吧 说实在的 就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感情 现在已经处在一个认知期 就是说他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爱不爱对方了 连他们都自己都不知道外边的那个 那个人是不是已经爱上了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爱这个女人是为什么不能离开他 而更重要的是 做一点生意的这个父亲呢 在制造着一个将来无法接班的儿子 但是说实在呢 他又清楚地知道 他不接谁接 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 知道自己很年轻 要接也30年20年之后再说 可是你要知道 你儿子的这种状态 和他的这个太太的这个过日子呢 已经构成了他们之间对于情感的这种 这种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偏差 所以说你们家要想解决问题 得从根上解决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要拿一点时间 让这个父亲知道 怎么赶快培养一个儿子 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这个家庭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上班一上班上得好好的 他一有活就给你打电话 你想让他帮你做点啥 或者让他做个什么决定吧 你就说大事吧 他拿不定主意 犹犹豫豫的那么一个人 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啊 真还不是一个情感题 它是一个教育的一个话题 能给很多人借鉴 那个这位父亲啊 其实我们很理解啊 我刚才已经讲过 其实我主题也是江苏人 在外面打拼 那份辛劳 那份不容易 我能够体会到 刚才在关他手里说了一句话 说是给孩子办户口 钱不是问题 但真的到场上之后 我还觉得恰恰就是钱的问题 恨铁不成钢 其实我想后面加一句话 如果像你这种教育方式 他就是钢 他也成不了财 因为你没有想让他去成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倒真的觉得 两个年轻人 他们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会给他们看 比如说 爸爸妈妈应该现在知道 首先两个孩子的爱 他们之间的情感 从他们的表述来讲 是糊里糊涂的 他们到底怎么生活 也是糊里糊涂的 将来往哪里去 未来是什么 还是糊里糊涂的 不管是儿子 还是儿媳妇 现在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反过来我要问 为什么现在到了25岁了 孩子还成现这么一个状态 恐怕源头在你们手头 我们在心理学当中经常讲 一个孩子能不能成长 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是爸爸妈妈 让不让孩子成长 第二个是孩子自己想不想成长 那现在看来你们的教育模式 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你们没有让孩子成长的空间 这两个孩子 现在目前至少25岁 都已经当了爹了 当了妈了 我们看到的时候 他们也不太想成长 你的儿子可能觉得 在爸爸这个皮肤底下 跟着爸爸去开开车 我有吃有喝 我要钱给我钱 行了 他可能就理解生活 就是这样的 那个妈妈的姑娘 你看现在 她现在根本脑子里 没有一个概念 婚姻失败了 得出一个结论 男人都不靠谱 他不知道 他的生活往哪里去 一上来提起孩子来 痛哭流涕 但是你想 他现在是对孩子 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吗 根本不是 你想他自己 如果都没有一个 稳定的生活 他怎么教育孩子呀 所以说两个孩子 你看出现这个状态 我倒觉得今天值得 爸爸妈妈 好好反思一下 我们怎么 我们从家长的角度 这样 这两个孩子 经过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简单的离婚 简单的过下去 是认真看到 他们身上有什么问题 怎么样 即使离了 将来能有一个 安定的生活 能把孩子培养成人 就是不离 怎么能把自己的日子 单独的过下去 把未来打造起来 这个我觉得 是你们要考虑的话题 如果他儿子要不是 他的老婆出现了 和别人有情况了 他儿子现在 如果说日子过得 还很舒服的话 到现在 他根本不希望 自己有什么改变 他根本就没有想 做一个大男人的 那种冲动 他现在是发现 不做大男人 我连家庭都保不住了 我爱的女人都要跑掉了 他才意识到 他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刺激了他了 所以说 爸爸要利用孩子 受刺激的这件事呢 赶快鼓励他长大 刚才妈妈谈到了 对女儿 未婚先孕 一个态度 说如果早知道的话 恐怕早就采取其他措施 早就采取措施了 绝对不允许 女儿是这样的 但是男方家长呢 是说 知道这个儿子 马上要做爸爸了 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当时有没有考虑说 这个孩子呢 没有到法定 结婚的年龄 有没有一些劝阻呢 当时他们这个小孩之间 他们就是 贪婚论嫁的时候 这个整个过程的话 在我的时间当中的话 我觉得到现在 我就比较反对 比较反对 但是听说这个女孩子怀孕了 你们是坚持要把这个孩子 留下来是吗 女孩子怀孕了这个事的话 我也不知道 这个孩子在结婚之前 他们两个人 跟谁在生活 一般的生活在他们家 是不是多 我这一问我就清楚 爸爸你看啊 就如果儿媳妇怀孕了 也是跟你们在一块生活 我想以你的社会阅历 你说完全不知道 这个儿媳妇怀孕了 反正至少我会打问号 你要这个妈妈 要说这个孩子 没跟他说 也不在他跟前生活 他说个不知道 女儿不告诉他 还可信 要比如说儿媳妇 是跟儿子一起 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怀孕了你也说你不知道 他们反正我有个问号 这段对话 我觉得其实蛮残酷的 就是我是觉得没有情感 同时当你说了 户口那必定是你的骨血 它必定是你的亲孙女 那么从教育孩子上角度来看 我们会认为北京 可能教育孩子的这种教育的 这种资源可能会更丰富 那么我们大多数的 或者说99%的爷爷 都会觉得 无论这两个孩子将来走向哪里 那么我都希望我的隔代 能够有很好的教育 但是你会说什么呀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如果他们将来 想走向何方的时候 那也可能就回农村了 你这位先生没出来之前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他这个人 有点算着让孩子过日子 这个算的这个话 就是来自于这个孩子 这个上户口这钱 什么时候出 说实在的 这种情况是自己的孙子 这还不得是啥都不考虑 先给弄合适了再说 结果你得想着 离我得出多少 不离我得出多少 你可真是个生意人 我的天哪 你这生意人当不是爷爷 从青年来说的话 就是不管他们是在一起 还是离婚 小孩的富贵肯定是要上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上呢 没有办法是怎么上 不是找谁 之前他们俩没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不上呢 就是咱们没有闹矛盾的时候的话 也没有这么说的 姓名词合的 所以要把个小孩的富贵 好吧 那现在这个大哥 我一切的手续都给你弄好了 你弄好了 你也没跟我说啊 这位父亲啊 我们绝对是 跟你们都是头一回见面 因为刚才采访两个孩子 可能你也听到了 这个儿媳妇说 今天上户口要拿钱 婆婆就说 那你爸那个工程还缺钱呢 明天上户口要拿什么钱 你的太太马上说 你爸哪个工程还要缺钱呢 就说明这一事不是没说过 对吧 刚才采访的时候 孩子是这么表达的吧 是说过 我是觉得就是说 今天到这里来 我们是把思路理清楚 对 因为我们真的 我们都觉得 是您的骨肉 对吧 跟他们俩婚姻 能不能走到一起去 还是离婚 这个孩子的后果 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 其实您的女儿 为什么会觉得 现在 我要虚荣一些 我要买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觉得 小的时候 我们家里边 哥哥比我们生活条件好 我就生气 什么什么的 这跟您的教育 是有直接关系的 妈妈您是脱不了 不是那样的 这孩子小的时候 他要什么 我们给什么 就说的这个 刚说完 你要什么给什么 所以才 才到 对呀 到他家 他也没要什么 他要什么 他也满足不了他 你叫他说 在我们家 要什么 没有满足他 他满足不了他 过个生日 不是 你看 这就是妈妈的 妈妈和女儿的态度 他满足不了他 因为你们要的 肯定不是 他要给的那一点 回娘家吧 我肯定要给我妈 买多少东西吧 就是说 如果我想买这样 他妈只给他300块钱 根本就买不了 说来说去 就是弄点钱 你们答应过吧 给孩子买三斤吧 没给买 而且 不是那个金的东西 都是你们给我钱 结果我那个钱里头 拿出去 我给买的 就回来了 我发现 这个就是问题了 这是什么大脑 这不能咱们 是亲戚中 不能说的 紧紧直直的 再说你紧紧直直的 你也没这个事情 也没一直跟我们 欣赏 也没一直跟我们说 对不对 为什么以后 我不踢了呢 因为亲戚作弊 也得踢这个 没有用 要好好地想一想 思考思考 养一个孩子不如 孩子都已经有了 你说带踢着 有什么用 所以以后我就 谁让你有孩子呢 我顺着那个 王导的话说 刚才您说 您说我不在乎这个钱 拿走就拿走 那整个在关于 这个三斤这个问题 三万块钱 五万块钱的问题 还有三万块钱 拿走五千块钱的 这个问题 您说了至少不下三遍 其实而且这个问题 我现在能有一种感觉 我相信您肯定跟您的女儿灌输过 说你看 你的东西 他们家给不了你 所以说您的女儿 在发自内心的就觉得 你看 我嫁过去以后 还不如我在原来的家里边 要什么给不了什么 她逐渐地会有这种思想的导向 来控制自己的思维 她就会认为 你给不了我 你给不了我 她天天这样说 非常对 这个女儿 我再顺着说 您知道您女儿 现在为什么不跟您沟通吗 我估计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她认为 她现在跟你沟通 你也给不了她了 她就去找那个 能给她的人沟通去了 我想今天我们来解决 两个孩子的问题 我们特别希望 两位家长都自己反思一下 我认为这位先生的反思能力 现在高于这位岳母的反思能力 就可能他接触社会比较多 先生 我给您一个建议 您到观察室休息一下 这个建议就是 你从今天开始要想一下 您和儿子的 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工作合作 要怎么办 而我们身边的人 全是在外面打工 不断地受老板的批评 学会了跟人交流 学会了应对社会 于是我们成长了 所以我觉得 您要从今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请三位休息一下 我们请一下两位年轻人 来看最后怎么解决 通过对小宋父母的采访 我们得知 小宋如今的懦弱不作为 都是由于父亲的过多管制和干涉造成 虽然这样的做法 专家老师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然而父亲在下场后 还对我们讲述他对儿子的担心 刚才您跟我们编导说 您现在还特别担心您的儿子 对不对 对 担心他什么 因为我儿子把那个性格的 我是内向知道吧 他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他那个媳妇 两天 两天你不回来 不回来他自治的 没有办法自治打自治 把手指都摔了 哦 知道吧 有一些自残行为了是吧 对 他有过比如说伤过自己吗 伤过 那时候那个把手放在镜子上 把手都打破了 就是拿手打镜子是吧 嗯 不像一个脚的好几针嘛 缝了好几针啊 你确实自残过 为什么 生气 找找不着 打电话不接 在哪就关机 那也就是说 你用他的错误惩罚你自己 你打完以后舒服了吗 舒服了 那就打太少了 你应该再去打他 还打吗 为什么 累了 真的累了 我看看你的伤口可以吗 啊那挺大一伤口的 这是刚新伤口吧 多久 嗯 七月份吧 七月底上 我刚才跟你爸爸说 我说你应该出去好好工作 去闯社会 你同意吗 我同意 你愿意吗 愿意 你支持我的说法对不对 对 好那我再问你 此时此刻你对这张婚姻怎么看 能挽留就挽留 挽留不了 不勉强 就是你上场以后 其实是有变化的 其实一直想把它挽留 就是说如果实在挽留不了 那没必要 那你知道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挽留吗 不知道 我们今天现场有四位男士 我想请四位男士分别告诉他 如果你们此时此刻是这个小伙子 你会怎么办 霍律师 首先我想跟这小伙子说 你要知道 婚姻也好 家庭也好 不是你看出来的 也不是管出来的 爱情是要靠相互之间的吸引 所以说你现在最重要 如果想挽回这个家庭 你要让你的太太感觉到 你未来是有发展 你不是一个衣服于别人的生活的一个人 你要是一个丈夫 一个孩子的父亲 要有担当 让他看到是你的成功希望 如果您是这位丈夫 您现在会怎么做 首先我会表现出来说 我会给他一个承诺 我在从明天开始 我要好好的去工作 要给你和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从明天开始 我就真的会去这样去做 如果我是你小伙子 我觉得我现在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他好好的沟通 弄清楚他为什么要坚决的 离开这一段婚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要向他非常明确地表达 我对婚姻的态度 我可以原谅的和我不可以原谅的 绝不会去求一个人 直接告诉这个女孩 过去的事情 可能不会记得 希望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对你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爱 你愿意回来吗 如果对方说不愿意 抢你的瓜也是不甜的 欧英年老师 如果你是这个小伙子 您会怎么办 我会选择放弃 任何一种祈求 任何一种期待她留下 任何一种表态 任何一种决心书 任何一种发誓 任何一种下跪 对于这位女士来讲 只能把她越推越远 所以说你要想让她有一天 有可能认为这个男人长大了 这个男人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这个男人还值得我信赖 而这个时候肯定是因为你离她很远的时候 她摸不着的时候 她想探着你的时候 所以说我要是你 我依然决然地从今天开始告诉她 我跟你分手了 我在想 如果我是这位女孩子 好 我会觉得第一个 我们这么多人走上这个舞台 那么我期待也许这个舞台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舞台 它能够使这个男人和他的爸爸 还有你自己 还有你的妈妈 真的能够反思 能够成长 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 同时面对你的眼泪 我在想 我为什么还会难过 是因为我还想做一个好的妈妈 那么我能不能开始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去做一个好妈妈 我可能去工作 去努力创造我要的生活 那么等哪天我真的能够独立抚养孩子的时候 我再考虑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家 我认为小伙子 你一定要清楚 之前你这个女朋友之所以敢这么嚣张的 在你面前做这么多夸张的事情 侮辱你人格的事情 让你根本就没有勇气再抬起头来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她认为 你可以被我这样收拾 你凭什么不爱这样的收拾呢 当一个男人强大到 内心强大到 让他有一点敬畏的时候 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说你今天 或者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妻子之所以让你那么痛苦 是你让他让你这么痛苦的 所以你想让他不让你痛苦 就得你自己先不痛苦 先强大起来 然后用你自己的决心改变一下自己 让你利用你父亲给你有可能提供的一点 出去以后还能和别人打交道的机会 出去慢慢的 让他听到你的变化 如果有一天他就算意识到 也不愿意回来了 那是活该的事 但是我认为你不走这一步险棋 你连0.1%的希望都没有 这就说我们谈到的婚姻 它其实也是一个平衡 一个综合平衡 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之后 两个人达成了一种一致 有情感 还有外界的一些因素 我清楚的知道你爸爸担心的是 如果户口办在北京 将来可能这个孩子就得留给他 也许这个孩子就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这是你父亲的想法 但是在我看来 你父亲今天已经想明白一件事 我认为不管你们两个 未来是分是合 让你父亲赶快掏一笔钱 把你孩子的户口赶快上上 这对孩子的教育 未来前途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认为你们作为父母 应该学会不要那么自私 先把孩子将来成长中 应该对他有利的东西 该做的赶快去做 小伙子你有没有感觉到 刚才王老师说要上这个户口 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你父亲答应 对吗 对 我问你你想不想给孩子上户口 想 是现在想还是之前就想 之前就想 做不到是吗 对 这就是问题 其实小伙子我想跟你讲 你现在关系有错位 其实我甚至有所感觉 那甚至是你的女儿吗 甚至可能都怀疑的是你的妹妹 因为可能是一直是 有你的父母在去养 你根本对他的旅行 想去旅行的责任 一没有旅行过 二是你想去旅行都做不到 人给孩子上户口 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父母所能够完成的 而你做不到 这是什么 其实是刚才各位专家说的 如果你想有爱情 是需要靠你自己的强大 去吸引你的相对方 那你如何才能强大 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 你一定要明白 你现在去做的这件事情 不是事业 是个事 是想起来了 睡醒了 没事了 把那车开一开 动一动 那不是你的最终的事业 你要去为之发展 可以接受你家族的企业 家族的产业 但是你一定要去主事 要去想事 要去做 你应该想的是将来 你又一笔钱 把你爹这点小企业买回来 这才是本事 你等着你爹给你继承 那他身体好的 你继承 你等着吧 你 所以说你一定要清晰的认识到 你现在不仅仅是你父亲的儿子 你还是你女儿的爸爸 还是你太太的丈夫 你要身兼多种责任 另外小伙子想告诉你 婚姻千万不要把它认为是一种游戏 你现在不是丢的是一个游戏的伙伴 是为了玩 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你要背负的 要考虑清楚 我就想跟更多的父母再交流 那么当自己的孩子 还没有能力去承担父母角色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来了 实际上满足了年轻人的父母的一个美好愿望 就是可以再重新带一个孩子了 那个孩子简直就是自己家里边的老二 或者是老三 你的小孩 我估计你们俩谁都不带 还是有老人带着 甭管是女方的家长 还是男方的家长 他们再带这个孩子 似乎这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尤其你们俩 钱也不用付 经济上也不用支持 教育上也不用管 由他们去吧 这就是说 给更多年轻朋友提的一个建议 这个孩子来到世金 一定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否则的话呢 这个孩子将来会受罪的 我想跟这个女孩子说 就是当年你选择了一个 比你小的一个大男孩 我们选择了我们的选择 不是别人帮你选择了 那么最终呢 可能你的同龄人 你的同学啊 朋友可能还是单身的状态 所以他们还很自由 他们可能自己挣钱自己花 或者说还可以找妈妈咔嚓点 但是今天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一旦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 我可能要承担我之前三四年之前 我的选择所有的后果 不是说我今天我离开了这个男人 我又回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了 我也想对这个姑娘说几句话 我觉得整个你今天把日子过成这样 你一定要有反思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常常在婚恋咨询当中讲一句话 夫妻之间可以爱没有了 但情永远在 因为你们有过一段婚姻 你们有过一个孩子 所以我现在看到两次上来以后 我心都非常痛 痛的是你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你对你的爸爸妈妈说起来可以掉眼泪 你对你的孩子说起来也可以掉眼泪 你对这位先生 你整个身上表现出来是冷冰冰的样子 如果一个女性已经当了妈妈的女性 让我们看不到你的温度 看不到你情的那一部分东西 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所以这个姑娘 我觉得你们的婚姻到底走到哪里 我们不关注 我们关注现在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能够长大成人 你要反思你的成长经历 刚才我们看到妈妈 你的成长经历带给你的 没有值得可以炫耀 或者可以自己单独生活的资本 而你现在想尽快地跳出这个束缚 去独立地生存 你要考虑你自己聚不聚必这样的能力 第二个你要反思 要反思你的脾气和性格 你可能会觉得一直坚持认为 自己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人 人是可以有个性的 但是需要有个性的资本 你想一想 你从上学 闹过一次个性 结果上了学 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 你因为个性步入了婚姻 现在婚姻成了这个样子 你现在可能还会因为你的个性 打破这个婚姻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所以经过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你这个个性带给你的是好 还是不好 我说一句纵的话 姑娘 您这完全是自以为是 你觉得你什么都成 你觉得你离开谁都能活 你身后如果没有爸爸妈妈 去支撑你 没有人在爱你的话 就凭你现在这个状况 那很难生存的 刚才我问你一句话 我说 姑娘你学习怎么样 你说挺好的 我说那你的学历是什么 你说中专 还没毕业 我就想如果一个学习 在这个年代啊 起码应该上个大专吧 我觉得就您对自己的要求 比较低 对别人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你确实是用两个 标准的衡量人生 但是这个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什么标准 都是以你的标准为标准的 你刚才在落泪 听诗刚老师的话 你觉得他说的话 是有道理的对吗 你确实有些任性 确实你在为你 年轻时候的冲动在买单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今天不要再冲动 你要认真地思考 你可以给我三个答案 你不要看哈 来 看我手哈 这个是我们俩分开 各过各的 这个是给我一段时间 我考虑一下 这个是 我试一试 能不能跟他重新好好生活 先生您猜他选的是哪一个 应该是第三个 试试好好过吧 我发现你这孩子 你把什么事都想那么好 如果你刚才说的是 我觉着他选的是要跟我分开 可能你这事就还有点细 你要这么说吧 我确实比较担心 所以你们俩都没长大 如果能对比你们俩 我觉得小伯母你比他还没有长大 对呀 你对很多事情想法 就是说你没有去把你的思想 跟客观事实对应起来 你知道一个男的孩子 要如果能够很好的独立走路 我自己觉得至少具有三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叫担当 男人的担当体会在什么地方 不逃避 无事的时候小心点 遇事的时候大胆一点 要有骨气 什么是骨气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就是最没有骨气的表现 只要他回来 我什么都依着他 这是不可能把日子过好的 男人的骨气体现在 有原则 有底线 有自己的主张 这是你长大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要有希望 希望体现在哪里 首先体现你有自己的信心 你要让别人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让一个女孩子 在经过思考之后 她想想 她愿意给你一点时间 你要学会判断 你说从整场对话当中 有哪一句 她是想跟你回来好好过日子 有哪个动作表示 她跟你还愿意亲近 整场到最后的时候 施老师还专门评价 她的这个坐姿 实际上她跟你的心离得很远 就包括刚才她的这个选择 我都有点没想到 我虽然没有看清楚 但我大概估计到了 我是对这个女孩子 有了一个重新认识 我觉得她的那个选择 如果我估计到了对的话 我觉得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今天在场上 她对自己有了思考 对 她在开始早点她进步了 她在开始长大 所以小伙子您竟然说 她选的是第三个 也就是说 要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觉得你也太乐观了 给爸爸干活 你还不想好好干呢 你等一下 我替你办一件事 回家好好过日子 想一想 坚决跟她分开 这三个你选哪个 坚决分开 想一想回家过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选这个小伙子 姑娘 你觉得她选了哪一个 第二个 想一想 第二个 为什么 为什么 直觉 小伙子 你为什么没选第一个 因为都需要考虑一下 成长了一点点 我们给她一点鼓励 我跟你说 你们俩要真是想过下去 真是想过下去的话 或者说有可能过下去的话 你必须抱着一颗 要分手的心 然后努力去工作 不想其他任何 而且我劝你 以后看人的时候 可能因为你太长时间 在那样的一个家庭中 你知道我看着你看我 我都害怕 我都老害怕 你一拳给我打过来 你不会跟人交流 她不会看别人 对 她那个表情和内心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是 她不同步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这帮人就凭你第一次来 你就谁水平最高啊 你指一个 第二 第二个 石刚老师 为什么喜欢他 直觉了 你会不会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 是 你信不希望成为他们这样的男人 想 想 那你要怎么做 我会好好工作 非常好 好好工作 去哪里工作 回来找找看吧 要做一个有理想的男人 是 争取自己赚钱养孩子 对 争取自己赚钱 给他买点礼物 是 让他的生活变得开心起来 对 确实是这样想好的吗 想好了 好 请起立 姑娘你站这 来起立 背靠背 我特别希望你们俩 再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话 姑娘你 尤其是你 要认真地想一想 如果大家都做调整的话 为了孩子 为了两家人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通过今天 我相信你的公共婆婆 一定会改变对你老公的 这种生活状态的管束 他们也会知道 应该给他一部分活钱 应该让他有自己的生活 你这个公共呢 他是很会接受意见的 所以 我特别想让你们俩 认真思考 要不要再给这段婚姻 一点余地 要不要再拿出三个月来 我们一起试一试 如果觉得愿意的 请转身 至少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帮我推一下丈母娘的话筒 不是啊 您看到这一幕什么感觉 挺高兴的 推一下公公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您看到这一幕什么感觉 很自动 你愿意让你的儿子重新成长吗 对 愿意 你愿意给他一个真正的生活的空间吗 愿意 因为只有这样做 只有你狠心的断奶 他才有一天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对 对 谢谢您 给你一个最后的提醒 小伙子 不要太着急 不要认为他就真的回来了 对 其实在这个场上 应该说我们几个人经历了成千上万个 重新和好和拥抱 但是今天这个拥抱是让我最担心的 你一定要记住小伙子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无条件的谦让 无条件的让步 无条件的低头 无条件的放下自尊 其实只有一个后果 就是让他的脾气会越来越大 姑娘 我给你一个提醒 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 那么就要选择对生活负责任 一定要记着 25岁做什么都不完 开开心心工作 跟过去那些不该有的事 说再见 小伙子 刚才你上期 当自己的老婆 转过身的时候 虽然有点犹豫 转过来的时候 你去拥抱她 我很感动 但是老师 更感动的是 你替她擦眼泪 因为在她的成长当中 太缺乏体贴 缺乏理解 缺乏关爱 她是一个缺少温暖的一个孩子 所以要给她 其二 第二句话 刚才我说 男人有信心就有希望 但更重要的是 有行动才能成就希望 你要行动 是 必胜客全新工作与特惠午餐 20款主食选择 搭配新鲜沙拉 配汤或饮料 三道美食 丰富组合随心配 哇 我们每人才29人 听到小宋 质地有声的回答 相信 他对他们小两口 今后的生活 也是信心百倍 我们希望通过 专家老师的分析和指导 小宋能够早日 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小孙能够认识到 婚姻的真谛 小两口携手 共度美好的婚姻生活 节目结束后 在观察室 公共也表示 一定尽快处理小孙女户口的问题 回来我第一个自己就把小孩的复格搬了 北极复格 请她放心吧 她也是我的孙女 怎么说 就跟他们不在一起 我也肯定把小孩的复格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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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